今年天气异常造成西瓜瘦粉期间 气候是忽冷忽热 叶子枯黄拼命喷药防止也没有效 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让西瓜价格普遍偏低 有北部的盘商就来到产地 呼吁消费者能够在最低价的时候 享用夏天美食 一旦疫情趋缓了 价格势必高涨 对于想要享受夏天美食的民众来讲 现在是最好时机 12号农业出南下凤林 看灾西瓜列国的灾情 今天就由北部的大盘商 来到了收封箱产地 了解目前的种植情况 业者表示又与疫情的关系 造成西瓜叠价 是平常夏天美食的消费者最佳的时机 一旦疫情趋缓势必会高涨 所以这颗西瓜的感觉怎么样 大概在时间一个礼拜可以采收了 今年的西瓜 因为疫情的关系 船跟飞机都没有在跑 跟外国没有再来往 这一阵子 西瓜有稍微浮上来 就是母亲节 在下面的话都要靠我们国人 给它消费 不然会自消 那今年这个金桌花林这边有一些产地有出现裂果的状况 农民会损失一些 收封箱的代表就表示 其实花莲的每一处西瓜园都有发生裂果的情形 是否应该考虑给予有裂果情形的农友协助以补助 才不会让今年的西瓜农 因为疫情以及裂果的双重灾害中 农本无归 今天因为瓜农的一个陈情 特别来这个瓜农边看一下 确实有一些裂果的发生 我想有关单位要来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一个西瓜可能有自消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花莲县政府这方面 在台北方面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我想也需要更加强去做这一块的动作 不然的话 等自消一发生的时候 大面积的一个自消的话 对整个产业 西瓜产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五月中收封箱西瓜农采收的季节 不管是盘商还是西瓜农 今年都遇到了防疫期间消费量变少 以及气候关系 造成裂果情况的双重灾害 农民还是希望今年的采收季节 能够减少相关的损失 呼吁消费者能够在最低价的时候购买 刺激农民的第一名消费景气 记者林杰授丰采访报道